这一个我们这个SPA会馆的一个揭幕 那根柜报告 我相信这是台湾目前应该最新的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会馆没有多大 大概三十几三四十几左右 大概也花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因为我们的理念是这样子 现在你的教育非常开始 或者班长教育 也就是说希望学校和学生 在学校所受到的一个教育跟环境 最好能够跟什么 跟业界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可以缩短 整个学用的账面若长 甚至他在学校出去之后 马上就适应整个业界的环境 我想我们整个当初 建立这样一个SPA会馆的最主要的初衷 当然另外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我们也看中了美丽产业 这不光是美丽产业 但美丽产业整个未来发展的原型 随着大家生活最能提高 大家对于美丽的需求越来越多 可能不只联邻城上 凌晨一直往往下 也一直往上 鼓励台湾建设高龄化社会 高龄者热龄者也需要美丽跟美丽 是不是 另外当然美丽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了 我记得小时候大家也做作业 我妈妈那时代做作业 现在有美容 美甲 美景 美法 还有副副等等 哇 全能上下都有 那代表这个行业 真的是一个非常同胞发展的行业 当然既然这个产业需要为财 我们就必须在其实教育这边 我们就必须要投入更多一些 一些投资 还有一些引进我们做非常优秀业者 来一起来培育台湾所需要的行业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原来的初衷 但我想这边也跟各位报告 我们就要对美丽的概念是这样子 美丽是一种呈现 最重要还是什么 要健康美丽 美丽是一种呈现 健康才是本质 所以美丽跟健康 这是我们学校不变的理念 这也是我们当初健康美容系 成立的一个宗旨 那这个这样一个理念 那我想也说一下 我们跟三思秀的合作过程 那有一次跟我们三思秀的这个创办人 创办人也参加了 那我觉得大家谈得很投资 一方面他非常认同这样一个原因 健康跟美丽是相互相前 另外呢 我觉得他非常有一种理念 就是为台湾的能力产业 去培养更多人才 虽然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会馆是 外上是火星跟三思秀 那他心中是非常广大 他说我们培养人才 不光是三思秀 还是在台湾 整个高雄所需要的人才 都在我们培养 所以在这样子一个 一个机缘 跟这样一个机会之下呢 那我们就请三思秀 能够来帮我们完成我们共同梦想 将来这整个三思秀 五星三思秀会馆 18会馆 计模式大概是这样子的 早上是我们的交绝时间 这边呢 我们三思秀 会派他最优秀的夜市深入 来帮助我们共同学 一个学习 我们有很多课程 都是跟正义一个 这个店面是结合的 校伍的同学时期时间 时期时间就是要客人 不管来的客人是我们的学生 还是我们的老师 还是些卫兵 那我们的做法 都是用学生 这些时期的学生 当我们会做考核 来什么 来服务我们的客人 我们的这些卫兵 我们主要模式这个 也就是希望我们一定能够发挥 教学跟实习 这样子一个功能 我想今天 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的 对比 真的我很感动